tej jo k 作词 华晨 作曲 华晨 清晨 烟雨 黄昏 竟是温柔 少年 容妆 痴承 星辰入眸 眼神 溫暖 堅定 滿笑膚捨 是一段風花 一直留下 默然揮手 冬天 雪花飄落的季節 你懷中卻似春天 花香鋪滿了世界 兩城耗盡如夏天 樹影遮住了眷戀 清醒與你在秋天 情深綿綿灑落 一片片 情千間 冷靜 冷靜 各位冷靜 各位小姐冷靜啊 冷靜啊 各位小姐冷靜啊 冷靜啊 各位小姐冷靜一下 不要輕鬆 大家不要輕鬆 各位小姐冷靜啊 冷靜啊 貝少帥 孫少帥 孫少帥 孫少但善訊 孫少帥 身體 真是的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出去迎接你们呀 夫人是长辈 怎好莫返 同情 我们刚从百乐门那边过来 也没带随从 夫人 光药克拉拉 她早就到了 刚刚还同晚厅一起 招呼客人呢 夫人 不必费心招待我们 我们自便就是 好呀 好呀 慢慢玩啊 好好玩 住室长 来 这一盆手 裴少帅 重得女中 谭桑芸 这是 我今天来呢 就是跟你打个招呼 顺便通知你的事 从今天开始 我 谭桑芸 要追你 陪少君 什么 生风败俗 你是个女孩你知道吗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要追她 那怎么了 我可是新时代女秀 思想自有 那你 我什么都要 你 你还要是 你让我来 你帮你 你帮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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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帮我去 我去帮我去 你帮我去 你帮我去 看你神色不对 是出什么事了吗 少帅 独军快到了 我们去迎接吧 来 独军好 母公 独军 别来无恙啊 独军历临寒舍 真是澎湃生辉啊 母公过千了 母公才是上海第一大亨啊 以后咱们成了亲家 一荣俱荣 遇损俱损 还望母公多多关照 独军说笑了 我一个生意人 哪敢关照独军府啊 该是独军庇护我们才是 二位先知也来了 你们跟光耀既是同窗又是发小 今天借母公的宝地 你们兄弟三个好好聚聚 师伯 外面风大 我们进去聊吧 请 徐伯伯 光耀哥哥 我们进去 报告 进来 自令 站报 报告 自令 站报 被伤害了 该有的 不是 你们俩 这不是他明星播元术吗 对对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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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这么高 短发很可爱的女学生 没有 小姐 谢谢 老裴 这光药都被拉去应酬了 你别只关过这自己喝呀 走 咱俩转转去 你想去就去 别带上我 别呀 难得能碰见这么多漂亮姑娘 不能浪费这大好时光呀 哎 哪个不长眼 你 你 就像�도 喂 老师 你 走了 烦了 唉 被人抓傻了 收敛一点 口水都流下来了 老培 快 你快帮我找一下 我丢了个东西 你丢什么东西了 我刚才第一眼见她的时候 我大活儿丢了 你快来 我说过我们不会输 这三营啊 有个叛徒 差点就给都军府发报 好在营长发现及时 要不然啊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上海滩能者拘止 所以啊 老天都在帮我们 我说啊 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险啊 是不是就没你怕的事 你知道啊 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 我可是 准备了整整十年 是 我谭家军的弟兄们 终于有了安身之地 为了今晚的胜利 干一杯 这徐伯俊啊 现在还在慕公馆参加舞会 为他的五省联军筹款呢 他可万万想不到 这上海啊 马上就要变天了 他能比较好 我们也尽尽地主之意 走 我 居然是上海的布防图 这人到底什么来了 上海蜀月城都军府管下 我们在徐都军的庇护下 上海才有了一方平安 我们才能够安安心心地做生意 我建议 我们代表上海工商界 敬徐都军一杯 好 霍俊修 各位 木工所言不尽然 其实是我徐伯军 离不开上海工商界的支持 今日前来 一是为了答谢各位多年来 对我徐某人的厚案 而是我与木工十几年来相互扶持 彼此情意深厚 如今两家儿女已经长大成人 我希望这份情意 能在晚辈身上延续下去 我先干为敬 好 好 来来来 干 好 好 好 现在我宣布今晚的舞会开始 下面请各位把舞池 让给我们的一对碧人 徐少帅 沐小姐 好 好 好 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对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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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邀请的是婉婷 这样说话方便 但是我不太会 没关系 我带着你 妈 妈 别耍小孩子脾气 肯定都在呢 可是明明跳舞的人 应该是我呀 应该是我呀 行了你 嗯 那边是什么 是一张上海的城坊图 城坊图 确定 我确定 莫哥 这位小姐是 我跟我前妻的女儿玩亲 刚从日本回来 都长这么大了 若不是当年罗杜军 两位杜军历临寒舍 战火硝烟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嗯 武功 伯俊秀 这个成立五首联军共同抗敌之事 你是怎么考虑的 两位杜军谈得使君 木某不斗 我先去召唤下其他客人 这个木工啊 没等咱们张口就走了 他心知肚明 军饷的事情我们有求于他 他这种态度 是表明了不想掏钱哪 依我看 不如今天晚上将他一军 今天晚上我们就推选出 联军总司令 我在日本的时候 俯修了建筑学 那个上面有等高线地形图 还有上海周边的军事标识 并且连桥梁 道路的宽窄都记录得很详细 很明显是一张军用地图 但是跟普通军用地图不一样的是 每一个标识后面都有驻军人数 还有一些箭头 我才是进攻方向 糟了 你是不是知道那人是谁了 我妈妈的骨灰还在那儿 我答应你 一定把你妈妈的骨灰找回来 你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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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听我陪某人说两句 今天诸位嘉宾齐聚幕府 共襄盛举 感谢木工盛情款待 我还想提醒一下诸位 检方激烈的战事 已经给我们敲下了警钟 革命军不可小觑 如果我们华东五省 再不联手 任由革命军 催城拔寨的话 接下来将要倒霉的 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了 既然今天各阵守使 各司令都在场 我们可以借由 慕公的宝地 推举华东五省 联军总司令的人选 这个敌意不错 是啊 是不错啊 我陪某人 首先推举的是 岳城督军 徐伯军 诸位 有意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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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由徐伯军 担任联军总司令 是众望合规 对 对 好 好 进行 行 好 好 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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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都没有疑意的话 我陪某人 现在就可以宣布了 华东五省 联军总司令 由岳城督军 徐伯军担任 我反对 是 不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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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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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知道私闯慕公馆的舞会 是什么下场吗 我是谭家军少帅谭玄麟 江城镇守使谭子瑶 是我的父亲 我当是谁 原来是谭子瑶的遗孤啊 应该不会有人 邀请你参加慕公馆的舞会吧 我的父亲曾经是江城司令 我叔叔谭子瑶 现在仍然镇守江城 这选联军总司令 怎么能少得了我谭家呢 没错 谭家确实是名声在外啊 堂堂镇守使 竟然死在一个马匪的手上 你爹也是头一份啊 谭家马匪出神 这是赶上黑吃黑了 这位小兄弟 大家今天无意冒犯令尊 只是就事论事 不过今天的推举确实 与你谭家无关 所以请你马上离开 我们自然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 虚度军 可别把我当孩子呀 你们谭家的番号十年前就被取消了 你怎么还有脸敢闯到这里呢 如果再不识相 我可就要叫人把你轰出去了 我这次来啊 正好趁着大家都在 宣布一个好消息 上海防守司令部 上海防守司令部 已经由我接管了 这 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人身安全 都有我来保证 你来接管 开什么玩笑啊 吴湘英人哪 徐都军 别费力气了 我来叫你 吴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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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徐都军 现在上海防守司令部 只听谭少帅的命令 好啊 太旋林 你竟然跟我玩阴的 你这是造反 这上海十里扬城 本来就是能者拘之 你徐伯军可以 为什么我谭玄林就不行呢 小子 你还懂点礼仪廉耻吗 革命军来势汹汹 你居然在这儿 调转枪口对着自己人 呦 裴都军 现在说我是自己人了 怎么样 被小兔崽子咬一口的滋味 不好受吧 岂有此理 把他抓起来 我看谁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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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降渐链 把枪放下 原来是徐都军的公子 你是想要我的命吗 我不想娶你姓名 上海是我徐家的地盘 你让其他兵客先走 不要连累他人 我们的事可以做下来谈 谭玄林 你这是找死 徐多决 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 这木工馆已经被我包围了 这铁路 公路 码头 都有我的部队驻守 就算你们出了木工馆 也出不了上海啊 你给我出来 把枪给我放下 否则 我就打死他 关我屁事 对啊 你们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 别跟我演戏了 她是你妹妹 我说的没错 姑娘 我什么时候认你做的妹妹 实在不好意思 我记忆力太差了 你告诉我 我认过你做妹妹吗 吃esten 对啊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她是谁啊 你抓错人了吧 刚才她进来 你看她的眼神就开始闪怒 你没有都信他 还跟我说没关系 反正我数三个数 你要是不把枪放下 我就开枪打死他 姑娘 别怪我不救你 要怪就怪你跟我一样都信他 开枪吧 三 二 一 开枪 不要生气 太玄林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徐都军 只要你和裴都军联合向全国通电 承认我对上海的管制权 我立马放你们出城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就是不发通电 你能奈我何 在场每一位的性命都比我谭轩临的值钱 但是 如果我把上海 向革命军敞开呢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独军 还有镇守使们 不就被我一锅端了吗 你要挟我 没有筹码 怎么谈条件啊 徐都军 要么 你就安安稳稳地做你的联军总司令 把上海让给我 我帮你管着 要么 我就向革命军投诚 让你们再上一次战场 怎么样 二选一 选吧 谭少帅 你不过是要上海的管制权 大可不必搞得这么难堪 说来听听 谭少帅 其实我很同情你 谭家军十年前被取消了番号 你带着一支无家可归的军队 到处流浪 想必吃了不少苦 不如 现在让你加入我徐家会侠 我副帅 可以保课你出任上海司令 如何 读书人就是巧言令色 但是我不吃这一套 还是刚才的选项二选一 其他的 免贪 文静 你要干什么 放了徐少帅 否则我开枪打死你 莫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真是冤家路窄啊 今天下午在远东饭店 咱们还出双入队的 咱们还出双入队的 今天下午在远东饭店 这晚上就拿枪指着我 真是太令人心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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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胡说 明明是你绑架的我 明明是你绑架的我 会玩枪吗 会玩枪吗 别走火伤了自己 少说废话 我母亲的骨灰河呢 是 这样吧 你让他把枪放下 我就带你去取 万青 别听他的 新欢旧爱 二选一 选我还是选他 唐少帅 我不知道万青之前 跟你有什么过节 但是她的亲生母亲 前不久在日本刚刚病逝 她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 夜落归根 所以还请少帅不要做 亵渎亡人之事 莫老板 我对尊夫人没有丝毫的不敬意 这骨灰我也妥善保存 只要徐都军一发通电 这骨灰我双手奉上 除非如光耀所言 你偷给我的麾下 否则绝无可能 通电全国 姿势铁大 我也不是不给你们思考的时间 只不过徐少帅你得跟我走一趟 等一发通电 我立刻送你回去 慢着 放了他 我跟你走 文青 文青龙 你这是要做什么 爸 我必须去拿回母亲的骨灰盒 这位谭先生 我跟你做人质 你不要再为难我们沐家的客人了 爸 这丫头疯了吧 好一对亡命鸳鸯 你倒是给我证明 你比他更合适 我是沐家的长女 又是徐家的儿媳妇 你把我带走 是一箭双雕 同时掐住了两家的喉咙 还有谁比我更合适的 徐家的儿媳妇 我 我 今天徐家来这里 就是来提亲的 刚刚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 是我和徐公子跳的开场舞 好 看来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吴小英 把人带走 姓坦的 带我走 放了木小姐 带走 醒吧 木小姐 许杜均 裴杜均 穆小姐的命就交给你们了 我希望明天一早 能看到通电 小四 给我滚出来 是 你 你竟然骗我的 陈小帅 我的姓名和电话都是真的 有空打给我啊 拜拜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了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了 我 连个黄猫丫头都看不住 你丢不丢人呢 少帅 是我的过错 没说你是吧 你知道你今天差点 坏了我的好事 哥 你别生气了 你看 今天你给我一个眼神 我立马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咱们俩配合呢 天有风 探测 这几天他不能出学校 是 哥 不是 哥 哥 徐渡君 我女儿可是替你儿子做的认知 如果明天早上不发通电 你们不会在我这儿 再拿到一分钱的军饷 穆公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别忘了 你在上海滩生意做得这么大 如果没有徐都军给你呈腰 你如果没有枪杆子傍身 你就算是负得流油 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一只肥羊罢了 那我就把话说明白 如果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就算我是一只肥羊 你们也不可能在我身上再吃到一口肉 别说了 事关他女儿的姓名 穆公也是一时情急 现在不是争长论短的时候 父亲 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一趟 我想再去劝劝那个姓谭的 现在正是用兵致使 如果能将谭家军招惹我们麾下 也是一个好方法 谭子谣死后谭家军 一直靠给各镇守使打仗为生 这种有奶便是娘的雇佣军 收到我们麾下也不会效忠于我 父亲可以不必担心 姓谭的若是真有鱼丝网坡之心 自己通电全国 宣布占领上海便是 他既想得到父亲您的承认 就说明 他并不想公然与都军府为敌 王左婉轻 不过是想要个台阶下 刘帅 ические qeers 好 少帅 良 Egyptians 你这边也太不讲究了吧 这龙井怎么能用沸水泡 茶味都是苦的 不过饭再还可以 就是油了点 下次送清淡点 你当仁智当得还挺享受的是吗 既来之则安之 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不敢把你怎么样 你干吗 你把我妈妈的骨灰还给我 那就要看看 你的准宫爹徐伯军 什么时候下铜店 你说话别离我这么近 我听得见 好 那你说说 你真的要嫁给徐光耀吗 假的 倒是坦诚 说说吧 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替徐光耀做人质 徐少帅之前救过我 我替他算是报恩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那么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你为什么同意我替徐少帅 我之前说过了 这么漂亮的女人 要跟着我走 我为什么要拒绝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那你说的我就会信吗 你来上海 不仅仅是 安葬你的母亲 对吧 我抽空败毒了一下 其实你才是沐家真正的大小姐 现在沐公馆的崔夫人 其实是你母亲的陪嫁丫鬟 你的妹妹 是你父亲和陪嫁丫鬟的私生女 对吧 只可惜十年前你哥哥惨死 你母亲伤心之下带你远走日本 才让那个陪嫁丫鬟和私生女上位 这事搁谁身上 都会咽不下这口气吧 你少用激将法对我 我回上海就是为了安葬我母亲的 人家那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 跟你呢 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 你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都替你发愁啊 我劝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 如果徐都军不发同点 我看你怎么办 夫妻一场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担心我啊 少帅 徐光耀到了 我今天运气真好 把他带上来 是 徐少帅 请 忘记 没事 徐少帅 不知道你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啊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就看徐少帅怎么选啊 听你这话的意思 是要跟我谈判了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谈拢了自然是好 谈不拢 你大可绑了我 却要挟我夫帅 申请留宝 徐少帅 想谈什么 我席而攻听 谈你的前途 有点意思 说来听听 裴都军 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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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德军 光耀这孩子 如果不是为了救幕府的姑娘 也不必降低身份 亲自登门去和一个 马匪的儿子说事 这话就不用说了 光耀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 他没有忘记 是我们家晚清替他受的过 好 这话也不准是 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 帮我找的潜途 听起来有几分道理 你若同意约法三章 交出兵权裁取 并解散谈家军 这样 我副帅不仅发通电承认你 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 向陆军总部举荐 等伟人状一到 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 良秦择目而期 此时入我都军府门下 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 良秦择目而期 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我很认同 那我怎么才能确定 在你父亲眼里 我是那只良秦呢 还是飞蛾呀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张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并走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迂回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时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视线 看不清 策马与你高歌 泪花终于半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张迷人侧脸 那张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如果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走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那张迷人侧脸 那张迷人侧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